感恩 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浪 广大灵感 光世音菩萨摩佛萨 感恩恩师 卢金洪 师父 我们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给我女儿看一下2010年俗虎的 看身体啊 他是一个骨癌患者 看到了 我早就看到了 他下肢的血颜色全是不正常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 这个小孩子骨癌有一点点转移 但是现在手势了 有点扩散 不是太好 你们家里没人信佛吧 我都是一直有拜佛和老公 刚开始 而且不是信心灵法门的 对 好好念经吧 很可怜 这孩子养不大人 现在几岁啊 现在是七岁 七年的 七年是六岁 十月份开始就查出来的 他的结束是两年半 师父求求你救救他 你首先自己要救自己啊 你先要好好念经啊 我已经许愿出全数了 还有呢 给他要念小房子 大概一千三百张 你最好自己念吧 对 我再帮他念 你要没日没夜地念的 真的 你好好给他念的 嗯 这孩子我可以告诉你 到了十三岁的时候 就会爆发病发症 所以你现在要好好地念经 这孩子主要上辈子是有夏业的 哦 明白吗 明白 那要放生多少条 我已经给他放生了三千多条了 嗯 不够 还要四千条 哦 好 好吗 你记住了 他呢 你放生之后呢 他的精神比过去好很多 他就是非常成功 教授都说是个奇迹 嗯 你们想想看 活在世界上不靠菩萨 行嘛 靠谁呀 就是靠菩萨呀 这才希望的心灵法 你要继续创造第二个奇迹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就是要让他活下去 嗯 好吗 好 你自己要好之为之啊 你们家族里面有沙业 他是你们过去主上的一个打猎人 是副手 跟着一个人打猎的 嗯 死掉的 嗯 他投胎来 叫他受这个扣的 他经常说 后面有一个人跟着他 嗯 我告诉你们 你们记住了 当有灵性跟着这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就很倒霉 要出事 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当心 你赶快帮他每天要念大悲咒 四十九遍 嗯 好吗 好 你看多可爱的一个孩子 对不对 他自己也会念经了 嗯 他每天都有做那些功课 嗯 求台长 叔父救救他 台长肯定愿意救他 就是要靠你们自己好好努力 明白了吗 好 明白了 我觉得呢 到一定的时候啊 如果他父亲不反对啊 嗯 他这条命 可能菩萨叫他救的 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 缘分成了 可能要最好让他出家吧 嗯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我讲话你仔细听着 我有这个想法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这个身体 根本不可能要结婚的 如果他结婚的话 他就是走向死亡 嗯 所以唯一的 他出家了之后 他不会有这段婚姻和淫心 嗯 所以他就能活着 师父实际上并不是叫他出家 是为了救他 哦哦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嗯 嗯 好了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管大灵感 光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如今恒台长 嗯 感恩 谢谢 嗯 谢谢 coil 半顶 有 感恩淵 为 Smile 请不介适 。